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纵观NBA历史,拥有着一双剧长的球员,可谓数不胜数。 不过,能够以剧长成名的,应该就只有伦纳德一个人。 毕竟他可是第一个,敢用手掌来作为自己个人logo的球星,并且也留下了不少关于大手掌的名场面。 那么伦纳德的手掌,究竟有多离谱? 看过下面这些图片,你就明白了。 正面封盖对手,对于场地大手的伦纳德来说,完全就是家常变化。 但我们,仔细看这张图,在这次,对木雷的封盖中,伦纳德居然在最后一瞬间,用终止给封盖了下来。 这场面纵观NBA历史都是绝无仅有,看来也就伦纳德这样的手掌怪兽,能做出终止封盖,这种离谱式了。 这是一张伦纳德,在某年修赛季,与重球星,训练后的合影,本来只是,西书平常的合影照。 但我们细心观察后,可以发现,伦纳德的双手,居然还抓着颗篮球。 普通人单手,都难以掌握的篮球,在伦纳德的双手里,就跟隐身了一番。 要不是用心观察,估计都没人发现伦纳德,双手还抓着篮球吧? 不知道是不是伦纳德的手掌,太有名的缘故。 有一次球迷,遇见了伦纳德第一反应,居然是找他来,比较下手掌大小。 结果不出意料,球迷直接,被无情碾压,这手掌尺寸,还不到伦纳德手掌的一半。 看来我们普通人的身体素质,与NBA,球员完全没得比。 光是手掌这一项,就要落后许多。 俗话说,没有对比,就没有差距。 同样作为现役,攻守兼备的封线球员。 乔治的手掌大小,就与伦纳德,有着不小的差距。 我们从上途俩人的机长,照中不难发现,乔治的手掌,在伦纳德面前,直接被秒杀成了小弟。 这或许也是,造成俩人赛场,成就差距的因素之一。 连身材相近的乔治,都被秒杀了,那么身为后卫的洛瑞,就更好不到哪里去了。 本来洛瑞的身材,在后卫已经属于佼佼者了。 然而在伦纳德面前,居然生生变成了小白。 这是俩人,夺得东部冠军后的握手图,要是不说。 估计都有球迷觉得,这是成人,在牵着小孩的手了。 作为NBA,历史最具统治力的中锋,奥尼尔的身体素质与身材,完全就是联盟,独一档的存在。 但就是这样一个巨兽,在与伦纳德比较手掌时,居然都占不到多少优势。 要知道伦纳德,只是一个封线,而奥尼尔,是两米一六的大中锋。 这也难怪,伦纳德敢用手掌,作为自己的logo了。 毕竟连奥尼尔,都压不住,这巨掌,也是没谁了。 N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 。